珠海城市地標製造者華發集團於十字門中央商務區打造的顛峰豪宅 華發彎晒一毫正式面世 今天阿欣和大家一齊感受一下他的豪氣 直到這邊 要選擇 車輪紙 行車輪紙 行車輪紙 好 攪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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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你由大門口已經一眼可以看出它的豪氣 不愧為名副其實的豪宅 它左右兩邊的話 一進來這邊是它的停車場的出入口 秒殺了我們珠海同層次的河漠 真的由大門入口的這一刻 開始已經秒殺了它們 你再看看我們這個停車場的出入口 好像我們的酒店大堂 五星級的酒店一樣 再來看門口已經有這個迎客蟲 這個風水池不得了 我特別喜歡它這個顏色的大理石板 墨綠色很高級很貴氣 然後 很有層次感 然後兩邊的這些牆壁 這裡是燈帶 暖暖的黃色燈光 如果是到傍晚的時候 就更加有那種氛圍感 這裡到時候是它的一個會所 是 延史是售樓部 以後是會所來的 你進來之後的話 在這邊這樣撫嵌出去 我們的圓林景觀 有一種熱帶風情的感覺 那裡還有兩邊的 像不像那些馬爾代夫的度假表 你看看 那裡就是泳池 然後泳池的水沿著我們的幕場 緩緩地向下流下來 整個水是循環的 你看看 這裡下面 這是高短住宅 即是高短住宅 是啊 就好像進入了一個五星級的度假酒店 我們延史就下去樓下 看一看它的這個項目的整體規劃 我們整個項目的地理位置 是處於一個十字門 還有一塊頭牌的豪酒用地的 預為一號的作品 都是我們畫法在十字門十四年 打磨出來的最高端的頂號產品 首先我們從剛才的主入口這個位置 東側有一個大馬勞州的山系公園 這邊是一個十八點二萬方的山系公園 也都是由我們會切之八千萬去成建 將來的話有空中的戰道 官警平台 在山的對面也有籃球場 網球場 以及足球場 我們越過山體公園 同時都可以看到澳門哄仔 以及主城 以及整個黃琴金銀島的景觀 來到西邊這一帶 我們同時也會斥資三千萬去打造一個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也會延伸去到南邊這個程旅路 以及賓河公園 所以整體來說 整個居住環境是被三大公園環保起來的 可以做到一個入則令人的地段 同時可以看到周邊的配套 我們用來西南測會做一個右軟 正南向華就是一個十字門中學 十字門中學也正式引進了 諸葵中學正式集團化管理 同時東北華的馬路之隔 就是十字門小學 已經投入使用了 所以從右軟小學到中學 全年齡段的交配度是全覆蓋的 再回歸到產品本身上 整個小區的佔地面值是七點四萬方 建面二十六萬方 但我們用了只有二點五二 我們是非常低迷純住宅的社區 而且是一個整體性的社區 我們為了達到景觀的最大化 從設計手法來看 可以在一個半圍合式的設計 分別是有十棟的高層 和十棟的洋房去打造的 那我們現在推出來的產品 首先是五棟、六棟 以及七棟的洋房產品 洋房我們有兩個面積段 分別是143屏 以及169屏 四房、兩廳、三圍的會員設計 8%的會員水率 以及佈裝可以交流 我們洋房目前的價位 大概會在三萬九到四萬六 一個區間 除了洋房外 我們還有高層的單位 高層的單位 高層位就是二棟 二棟兩梯四五 南北通 同時都是 我們從零一開始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 兩梯四五 我們零一、零四 就是113屏的產品 四房、兩廳、兩位 去到東南向就是129 西南向這條體圖就是143屏 做到五房的戶型 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在戶型上 潮向上都是比較漂亮的 百八成功率 目前高層的價位 大概在三萬四到三萬九的價位 我們現在就走下了我們的這個一樓 我們這個 是一個下沉式的會員所 下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 這裡有我們的大型沙盤 以及我們的休息區 這裡以後交付使用 之後是我們的貨業主會所 這邊包括了我們的大型健身房 它擺放了健身器材 以及有瑜伽的瑜伽房 然後還有我們室內的一個行溫泳池 外面還有一個室內的一個泳池 是雙泳池的一個設計 包括我們這裡還會有影音房 然後還可以在這裡舉行私宴 都有這些空間 包括我們這裡還有茶巴 那邊還有書巴 整個會所也可以看到 非常高大氣派 配套都很齊全 配套很齊全 真的有按著一個 酒店的一個升級酒店 去設計打造的一些休閒會所 我們現在走出外面 帶大家感受一下花園 這樣看已經很好看 這樣看已經很漂亮 它那些樹木的話 種的多數都是那種 好像熱帶的樹木比較多 真的有一種外國度假風情 有一個原因 它就算是外面的這些戶外的水池 它用的用材用料 都是用我們的這種大理石 這些是辦菜 這邊就是我們室內的泳池 這個也很大 是一個標準池 很大 那邊就是舒巴 休閒區 錯落有字 看到那些東西 你每一處的細節都感受到 它是真的有用心去打造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的話 是華法今年貫穿了很多心血 去重點發展的一個項目 它們的廣告語是43年顛峰巨座 真是騙風 你看連外面的走廊 都是用非常厚的夾層玻璃 作為它的一個護欄 我們整體公共的建材用料 一般都是用這種 大理石 鋁板 塗料 去打造 全部都是石材 各種各樣的石材 這裡有一個泳池 對 這邊是室外泳池 其實它的泳池很多 這裡是室外的大人池 那邊是室外的BB池 然後這裡又有一個 我想這裡應該是用來汽水 玩水 對 這邊應該是玩水 因為它真的很淺 小朋友 另外一個小孩 對 有寶寶仔在這裡玩 但是你看看 它又放了休息的座椅 在這裡 這邊又是一個休閒區 是不是很舒服 真是去了東南亞度駕酒店 環境很漂亮 在這裡附陷下去 是很舒服的一個地方 我們看到的這些 就是一個低密度的洋房 然後外面那些 就是我們的高層住宅 目前來說 我們高層在賣二座 它是113、129和143 這三隻戶型 高層的單價就會相對便宜 34000到39000的一個單價 我問了 最便宜的那套 370多萬 這麼便宜? 是的 即是在市區買普通的新樓 相當於你在今彎買一套樓 差不多 然後這邊 我們看著泳池 這一期的洋房 綠座 就在賣143和169 這兩隻大戶型 是比較罕有的實用 那套八分八的大平層 就是這裏 對 你看看 這個外牆 我覺得做得很好 你看 它用了塗料 然後就是板材 即是大力石板、石材 然後就是鋁板結構 整個用材用料 真的很高端 你從入門的那一刻開始 你就已經感受到它的尊貴品質 包括我們一樓的入戶大堂 以及地下停車庫的入戶大堂 全部都有空調 包括我們的電梯 都是有空調的 這個真的 整個珠海少有 少有 少有罕見 你連地下停車庫 都是有空調 真的比較罕有 還有我們的電梯位 可以感受一下 真的每一吋你都感受到它的品質 它用順達的電梯 也很高端 是一梯兩戶的設計 雙開門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示範吧 一梯兩戶雙開門電梯 然後是私人的一個空間 算是可以說是私家的電梯入戶 現在看到的是我們低密度洋房 143平方 四房兩廳三位的一個戶型 跟著我們的鏡頭 和大家揭比一下 我們這個華法它的高品質膠標 先由我們的門口入門 看到它是一個子母門膠標 夜老的一個門鎖 然後你看 蹲眼 很隱悲 然後這裏就是門鐘仔 很特別 它所有的這個設計 我都覺得是很新奇 和真是很高端 這裏 一放鞋 對 一個收納的空間 隱私度是超級高的 還有它是四房 這邊一入門就是我們的長者房 它是一個大套間 那些顏色搭配得很好看 就算是我們的這個套餐 它裏面也包含了我們的浴室部 即不是住人房也好 它也有浴室部 這個真是 你看看 下地的玻璃窗 採光是否很漂亮 這個護形是東南向 現在它的這個方位是東南向 然後我們的話 包括這些床頭的這個背景板 是膠標 嘩 這麼笨 是啊 再來看看 你見到廳才會覺得 驚訝 6.5米的這個大橫廳 南北對流的護形 整個廳位你看 超開闊 果然很窄 你看看 這邊很長的這個露台 6.5米的一個長度 它的一個闊度 我的感覺差不多有1.8米 採光是否很好 是啊 我們之前帶過客戶過來看 那些客戶的話 它其實對我們這個小區設計 各方面沒有什麼不滿意 就是唯一一樣東西 它覺得好像大家的樓間距間很近 但是我們這個樓間距 其實是中海的兩倍 這個樓間距是它的兩倍長 然後樓間距最影響的兩樣東西 一個是景觀 一個是採光 我們這一種是低密度的陽房 所以樓高不高 它可以負陷了這個內圓 景觀是很美的 還有第二樣是採光 你看看我們的這個露台 這些陽光照進來的情況下 你覺得採光差嗎 不差 很棒 來看看 我覺得這個廚房的話 無論你煮飯還是不煮飯 你看到你都會覺得 嘩 感嘆它的高品質膠錶 煮飯的時候還可以聽聽歌仔 這麼高科技 你想聽什麼我給你 然後你看看它這個大理食的桌面 有質感可以的 很有質感的 再看看它美譽的這個廚櫃的膠錶 你看這些扮材很厚 還有呢 厲害了 蒸烤一提機 膠錶 膠錶 洗碗機 膠錶 嘩 正不正 再來看看我們的這個正水器 耳口的正水器 膠錶 嘩 真的凹半 拍浪高的這個 這個升盤 水龍頭 膠錶 膠錶 薄細的 抽油煙機 勞造 膠錶 再看看上面涼拔 膠錶 熱水器 膠錶 嘩 這個廚房的膠錶很高 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華法曬灣一號 它的裝修標準是五千元一平方的膠錶標準 所以你看看 就這些你都值不少錢 是 整體來說 加上它顏色搭配又好看 是嗎 是 這裏就可以擺放你喜歡的這個商開大冰箱 零食全部放進去 真棒 這個弧形的話 是南北對流的 這邊有個飄窗台位置 這裏就正了 坐著在那裏 看看這個景 看到泳池的嗎 泳池景 是的 這樣也很舒服 正 再來看看 我們 這裏還不記得 再跟大家介紹 這裏還可以放的 放儲物櫃 當儲物櫃用 這裏不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上邊是有推拉的軌道 到時膠樓標準的時候有推拉門 電視背景場 膠樓標準 我已經麻木了 全屋的話 大家往上面看看 往天花上看看 我們的話 是這個無主燈設計的膠樓標準 上面的燈槽燈帶都是我們的膠標 平時全屋是用新鋒系統 戴金的空調 作為我們的膠樓標準 嘩 真的 豪裝真是豪裝 靈蛇不同 再來看看我們衛生間部分 你看 我們衛生間的話 全部它的天花板 都是用防水的雨膠漆作為膠標 然後這邊 你看 大理石 有一大塊 你看 不是說話 這些細節做到 它是整塊來的 它不是很細的 那些是一大塊 再來看看 我們這邊的 這些 全屋的智能家居 都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包括我們的水龍頭 花灑 全部都是用大品牌 漢斯格雅作為膠標 然後為了防滑 我們的地面也是用大理石家 再來看看裡面的整體的空間 臨浴區 這邊還有很多的儲物空間 像這裡 上面有浴室寶 這個膠標真是高 膠標是很高 再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這間房是兒童房 兒童房的話 它做了一個塔塔米 你看它有1.5米的闊度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床大可以放到1.5米 然後你看 這些 我們全屋的強電 弱電全部都安裝了 燈帶 射燈 全部都有 複合木地板 還有我們用實木的複合木地板 加上金屬的踢腳線 作為我們的膠樓標準 再看看另一間客房 有飄窗台 可以放到1.5米 到1.8的大床 感受一下整體的膠樓質量和標準 包括我們的床頭背景板 也是的 正不正 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是南北對流 這個誇張 一整面 一整面的衣櫃 到頂的大衣櫃 然後包括主人房 天花都是做無主燈的設計 夜晚就很有氛圍感 這個主人房 好像 觀山水下跌的主人房 別墅的主人房 然後你想想 到時的話 這裡 當然衣櫃不是交標 你如果整成這樣 但衣櫃 到時整個投影 晚上開了氛圍燈 看投影 正 誰又會享受 再加上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主人房的菜光 你看看 非常之溫的一個菜光 然後這裡 你可以放到1米8至2米的大床 還可以放雙邊的床頭櫃 這邊 重頭起來了 這個浴室 浴缸 膠樓標準 還有膠樓標準 對 浴缸是膠標 你再看我們這些細節的東西 是做得很好 包括這邊還有冷暖水 收納的空間有夠多 然後我們全都可以做智能家居 我們這邊的話 林浴區 這邊浴缸 這邊浴缸 這邊到時是智能的馬桶膠標 是用維保的品牌 這個143屏 你滿不滿意 滿意 帶你看一個更正的匯形 169的大評判 好 敗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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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超大平層來 私人電梯入戶 然後我們紫網門交標 一進來這邊就是我們的鞋櫃薄販 隱藏式的鞋櫃 和143的差不多大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長者房 它是一個套間 這間長者房就會相對大一點 你看看 採光依然很好 非常漂亮 這些落地玻璃的採光 很棒 同樣都是無主燈的設計 然後我們其實是可以做到 全屋的智能家居 因為它設定了電動窗簾軌道 已經全部有了 我們來看看 全屋都是安裝了新風系統 空調是用我們的大金 這裡已經看到了智能膠標 可以有房客的邀請和運管家 公區的這些監控都可以看到 不厲害 很棒 你看看這個廚房大很多 這個護形就真是南北對流 因為它有兩個露台 雙露台的一個設計 廚房大很多 大了很多 看完143再看169 169簡直完美 完美 夢中情況 你看了169回不了頭 對 目前可以說 在珠海市區 包括其他區域也好 整個珠海來說 如果按照大平層來計 這個華法曬彎一號 它的實用率是最高的 這個得防率高達100% 百分百的實用 而且它的護形設計很合理 非常科學 加上我覺得性價比很高 第一次可以用性價比來形容豪渣 你知道這邊的單價是多少錢嗎 這錢 169平方 這個護形總價大概700多萬 剛才143平方的護形總價大概500多萬 它的單價大概是39000到46000之間 39000在我們的十字門片區 這個價錢是隔離中海項目的高層價錢 對 我們這邊的高層更誇張 這邊移動的高層 單價至34000 34000到39000 34000的價錢的話 買市區 例如去到那個 那個壯龍灣也不一定不行 壯龍灣也要36000到39000之間 所以是否可以用性價比你 是 超大的 我覺得真的 這個大橫廳 舒不舒服 我手機都拍不完 開廣角 你知不知它這邊這樣的橫廳 有點像人行的護形 人行140多的護形就是這樣的橫廳 但是它有最完美的一件事是 你鏡頭倒過來這邊 這邊的藍不對樓 它是飯廳再加這個半開放的廚房 這樣連起來 你整一個是大廳 這樣的廳位的話 其實已經是佔了六七十個方便不掉 真的佔了七十個方便不掉 你看這個廳位 相當於是別人一間屋的一個大小 一個小戶型兩房的大小 這個廳 正不正 它還有雙露台 雙露台 你看到這個景點還不滑 又開不到 你開一下 它很重 真的 超重 看看 它真的是高端豪宅 這是一個室外的泳池 大人池有小朋友池 那邊有一個休息區 還有可以浸腳的池 然後這個是室外 我們在這個壽樓部 很高端的壽樓部 是一個會所 它有室內泳池 恆溫泳池 所以你是有雙泳池的一個小區 我們現在賣的這座六座 它就是可以看到我們的泳池景 景觀是最美的一座 現在就是實景 對,這就是實景 而且樓距之間 因為你隔著了泳池 所以你那個樓距其實都是比較闊 整體這樣可以看到一大半的花園 還有再看看彩光 你這樣看出去 其實是不會遮到你的彩光 不會 很光猛 很光猛 因為我們這一棟都起得差不多 你再看看對面的這些高層 陽光是直接射在桌面上 樓梯上面是不會遮到彩光的 來看我們裡面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包括我們的電視背景場 然後整個天花 它是無主燈設計的吊頂 都是我們的一個膠標 全屋做了新風系統 大金的一個空調 再來看看 這些小夜燈是必備的 都有的 金屬的踢腳線 來看看房間 房間都增大了 對比於143來說 加大板 加大板 相當於是普通80平方的這些主人房 差不多 廁所都長了 對廁所大了闊了 還有它是三位 都是三位的設計 四房三位 但是它就是大四房 想要廁所多的 這些也對 這間房也不小 這間主人房 你看看 這個L字形的飄箱 還不迷死你 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 心動 立刻心動 你看看 好像別墅的主人房 對 簡直就是 整個主人房 就是一個大平層 才會有的 那麼專貴 那麼氣派的空間 包括這種 大大的採光窗 還有270度角的採光 真的只有超大平層 和豪宅 別墅才會有 賣少見少 很舒服 你先拍照 我休息一下 很漂亮 它這樣的一個設計 你看可以放到 King Size的大床 兩邊的雙開床 頭櫃之餘 你這邊其實還可以 做到我們的一個 衣帽間 少少的衣帽間 是的 你這樣說起來 美中不足就是衣櫃位置 差一點 不夠大 如果做一排L字形的 櫃可能就會好一點 大一點 這個衣櫃 它就沒有1、4、3 做得漂亮 我們來看看 這個格局又分明一點 這個格局比較大 你看 兩邊的星盆 冷暖水 這些膠冰顯得霸氣一點 臨浴區的空間也會大一點 在這裡還可以 到時在浸浴的時候 這邊還可以吃點水果 放平板是怎樣的 正 正 有那麼多的 第一燈 那就是 我們在這裡 大家可以吃 他在那裡 你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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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现市的话 169平方 大概700多万的价钱 143平方大概是500多万的价钱 单价是3万9至4万6之间的 一个军价大征装修 25年年底交流 整个小区都是25年年底交流 如果你觉得这些户型有点大 但你又很喜欢十字门这个位置 很喜欢华法的品质 不要紧 我们移动的高层现在都在开卖 移动的高层是113平方 129平方 和143平方 这三个户型 同样的话 它的价钱相对周边来说 单价都会便宜些 因为它的高层是我们低密度洋房 它的价钱就去到 3万4至3万9之间的一个价钱 3万4至3万9 军价相对周边来说 都是比较低的 并且它的实用性都是百分百实用的 而且高层的143 它可以做到5房 可以做到5房 实用性是很强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记得持续追踪我们这个频道 或者直接叫阿欣 阿欣可以带你来现场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